哈喽大家好,我是副小厨 今天我们去餐厅买了一条炒鱼 三斤多 才22块钱,真的超级划算 准备用这条炒鱼教大家做一个加创杆 这条炒鱼我们已经把肚子清洗得非常干净了 它里面的黑膜一定要清洗干净 不然会非常的腥 拿把剪刀把这个鱼鳍给它剪掉 接着我们在头部跟尾部划一刀 这里有一个白白的,这是鱼馅 我们边拍打边走出 记得两边都要扯 这个鱼馅特别的腥 先把鱼头给它切下来 还有鱼尾 接着我们取出鱼肉 鱼头这些我们等要做汤 鱼肉上面切花刀 差不多一厘米 三段切段 切成像这样子的状态就可以了 这样后续会非常地入味 加入姜片 尿酒 生抽 少量老抽上色 适量蚝油 一小勺盐 适量白胡椒粉 刮拌均匀 盐制半个小时 掰几片白菜叶 放入清水里面 我们把白菜清洗干净 然后用手给它撕成小半 准备准备几块小豆腐 我们切成一厘米左右的厚片 准备一碗大蒜 处理成蒜末 锅中倒油 油温五成热 我们下入豆腐炸 然后轻轻地晃动一下锅底 煎制一面金黄 翻面 大概用了三分钟左右 煎制两面金黄 捞出来备用 锅牛底油 加入蒜末 加入适量料卷 生抽 蚝油 一小勺盐 适量白糖提鲜 好了 关火 砂锅里铺上姜片 接着我们铺上花骨 铺上白菜 铺上豆腐 最后铺上我们腌制好的鱼 铺油 铺上炒好的蒜蓉 沿着边缘你一瓶啤酒 吹炒鱼 一道炒鱼 一个炒鱼我们做成两个菜 烧开锅后转中火炖十分钟 Whitney 稍微白菜 炒鱼搭配白菜 汤香味美 真的超级好喝 这一个 哇好香啊 满屋子都是这个味道 超级的香 最后我们撒点葱花点缀 哇 里面的鱼肉真的非常的鲜嫩 哇 这豆腐里面好多汤汁啊 所以朋友们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太好吃了 还有我最爱的白菜 白菜挨着我们那个花隔 真的有一点点淡淡的海鲜味 超好吃 我今天买的这一个炒鱼22块钱 可以做两道这样子的印材 真的超级好吃 想念推荐给大家 好了 本期视频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啦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我是分小厨 下次再见 拜拜